上週末,紐約一市民發現一隻蕉狼在中央公園散步 市民稱當時它正在西72街附近的中央公園神跑 突然遇到了一隻蕉狼,在短暫相遇後,蕉狼逃走 紐約市公園夜生動物部門表示 蕉狼在夜間、黎明或黃昏時比較活躍 牠們通常喜歡在人少的地方進行捕獵 食物來源通常是老鼠和鵝 中央公園動物保護協會對此表示 如果在公園發現蕉狼,做好的辦法是保持冷靜並保持距離 而辨別狗和蕉狼的辦法則是狗通常會搖尾巴 而蕉狼會保持尾巴較低且靠近地面的狀態 而且蕉狼會本能地想要避開人類